接下來我們還是要持續帶大家來關注一下 現在的兒童疫苗到底什麼時候可以開打呢 這接下來大家看到這個追加劑的建議 其實是指揮中心的ACIP專家諮詢小組 他們在這個禮拜三開完會之後通過的決議 首先呢來看到就是兒童疫苗的接種建議 所謂的兒童就是6到11歲的兒童 他們接下來是可以接種這個莫德納疫苗 因為現在台灣緊急通過緊急EUA授權就只有莫德納 那莫德納接種技術他建議是兩劑 就跟青少年一樣是接種兩劑 那兩劑之間的間隔要間隔12週 接種的劑量比成人少一點 只有成人劑量的一半 這個是6到11歲的兒童 現在台灣大概有120萬的這個6到11歲的兒童 所以這120萬人從下一個月開始 你就可以考慮是不是要打疫苗了 那接下來看到的是青少年的追加劑 青少年就是12到17歲的 你已經完成了機主接種 就是說你已經完成前面兩劑的疫苗 然後你也沒有發生什麼嚴重的不良反應的話 只要你在你打完第二劑的疫苗之後 已經超過了五個月的話 你就可以進行這個青年的追加劑的接種 那預計最快是從下個月開始 這些兒童跟青少年都有追加劑可以打了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到的下一則新聞就是 是 剛剛有提到這個兒童的疫苗嘛 那麼其實呢大家就會想說 我們其實昨天有講到 大家很多家長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BNT什麼時候要來呢 因為可能有些人就會覺得 莫德納好像一些副作用比較大 那其實我們昨天有跟大家分享 因為這兩個莫德納跟BNT 我們施打的劑量是不太相同的 所以這個副作用要怎麼去衡量呢 醫師也有說是沒有辦法去相互比較的 那麼對此呢其實台北市長柯文哲也有表示 他說如果沒有BNT的話呢就先打莫德納 畢竟這個沒有去黑也好嘛對不對 那他也有說囉 依照這個中央的理想當然是疫苗進多少 那北市府呢他們這邊也會就是 去配合去辦理 那當然還是希望就是大家都可以打到疫苗 然後打到自己想要的疫苗 或者是說可能符合一些身體 因為可能有些人比較不適合打哪一個場牌的疫苗 希望大家都還是可以打到就是最適合的疫苗 然後可以提到這個保護力 那除了打疫苗增加保護力之外 其實現在大家也很關注說 到底什麼時候才買得到快篩試劑 因為現在真的到處都買不到 因為現在真的是排隊的不僅是打疫苗的這個人潮 除了快篩 因為可能大家也會覺得說 我有一點點症狀 我是不是去快篩一下會比較好 或者是有一些公司行好他們也會規定 說你要先快篩 然後要附上證明嘛等等 那對此呢有一個新的消息喔 是這個快篩試劑呢 指揮官陳時中他昨天也有說到 他昨天說呢5月2號之前呢 將會有大概是2859份的快篩試劑來到台灣 那到時候呢大家在買快篩試劑的部分 也會比較方便了一點 那其實現在大家都想要 一直想要買快篩試劑 隔的方式的人呢 現在只有醫療的人員 醫護人員 因為呢他們就是工作需要嘛 所以他沒有辦法 他可能因為工作需要 他沒有辦法在家鞠隔 那只要呢他快篩試陰性 或採檢陰性的話 然後經過衛生局同意的話 他就可以持續上班 那接下來呢 這當然說這個 實施的對象就越來越寬廣 因為現在是醫療人員 那接下來可能就會開放到說 涉及到這個關鍵基礎設施 要維持國家社會正常運作的人員等等 這些人喔 如果說你確診之後 很有可能你是用快篩來取代鞠隔 篩檢代替 其實我們就已經陸陸續續 在做這樣往這個地方再走 那只是腳步要多快 那大家能夠接受的程度到哪裡 我們大概是會逐步 照著我們既定的計畫 一步一步的做 那現在有一部分做了 醫療人員 那再來過來就是 關鍵基礎設施相關的 那最後可能就會開放到全部來 那是一步一步的來清醒 到昨天為止喔 台北市一共有144所學校是停課 總共有將近4萬9千多名的師生 是受到影響的 那所以呢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當然也建議大家 他就說你再這樣下去 台北市真的會停擺啦 就是所有學校可能都要停課了 所以他也建議中央說 他覺得應該要用快篩來取代隔離 以快篩代替隔離 什麼意思你知道 比方說一般同學有一個確診 如果按照以前的標準就是 全班同學停課 至少停課個10天 現在有個辦法就是乾脆 每個同學就發快篩劑給他 如果家長是有辦法自己處理就是 那每個小朋友早上起床的時候 你要做快篩 如果是陰性的就去學校上課 那如果是陽性 那當然就走陽性的確診的路線去處理 那當然如果說什麼家長不能照顧 那當然還有個辦法就是 不然小朋友到學校來上課 第一節上課之前 大家全部同學做好 那老師就一人花一張快篩劑 在老師的監督下做快篩 那如果是陰性 好 全班同學大家繼續上課 那如果是陽性 當然有陽性的處理 我說以篩檢 以快篩代曆隔離是個辦法 就是說 至少不要全班停課 但是這個建議 不一定這是最好的方法 我是想不出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如果我們要居家隔離一萬兩千人 而且跟你講 這個數目保證在未來幾天就繼續上升 所以如果我們目前居家隔離 跟停課的標準不改變的話 我跟你保證 在一個禮拜我們台北市就停擺了 現在就有醫師建議說 他覺得現在台灣應該要禁止內用 因為餐廳我可能會跟不特定人士一起吃飯 其實燃業風險更大 因為我就是要脫口罩吃飯 所以就有醫師建議說應該要禁止內用 不過指揮官陳時中 他昨天在記者會上 他就說目前還沒有考慮要禁止內用 可是他還是建議大家儘量避免病桌 而且也少跟不特定的人士一起吃飯 百分之十五到二十 如果達到的話 那就不用禁 那就正式走入跟這個病毒共存的一個時機了 因為大家那麼高的一個比例 那基本上被驗出來大概百分之二十的話 那曾經有染過疫的一定是 幾乎是能夠印出來能夠到達百分之五十就很高了 反正就很高的比例都已經染過疫了 那加上再打疫苗 那整個社會的防禦力就應該是足夠 所以那就不會在那個時候來緊 只會再說在發展快速的時候 是不是要有一些相關的管制的方式來做 但我們還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是以輕症為主 大家盡量避免 大家盡量避免 當然不用太過於恐慌